字幕字幕提供 用收藏為你生活竟然變化 歡迎回到Air Shooting藍色頻道的收藏C計畫 我是Air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開啟小鈴鐺 掌握最新的小車資訊 又到了我們一年一度的Top10系列 Air統整了一下2021年的小車 也參考了一下Air社團車友的建議 整理出了2021年度Air心目中認為的異品車款 Top10 這一次一樣沒有做名次的排序 那就邀請各位車友一同來看2021年Air心目中的Top10吧! 第二台是在聯名合作剛確定就極具話題性的 Kaito House 聯名Mini GT Divesan 510 Pro Strict Kaito House的創辦人Gin在2004年到2018年是Hawels的設計師兼產品總監 美籍日益的他獨特的設計風格加上Mini GT的工藝 強烈的日車美改風格 街頭暴走感十足啊! 有車友開玩笑說這不就是風火輪跟Mini GT聯名的概念嗎? 第三台是Tamek Works 2021年台灣限定款 Pagani Randa Revolution Grigiano Gile 是義大利的手工超級跑車品牌 在限定款模型車上看見滿滿的義大利國旗元素 雖然是Global 64系列 但是在細節呈現還算是誠意十足 重點還找對人開箱呢? 第四台是RWB原廠出品的RWB-964 Akiba 這台就真的是私心了 有持續在看Air影片的車友應該就會知道 Air對於機械機器人毫無招架之力 而且在2020年各家廠商使命的出RWB車款 反而在2021年RWB的熱潮似乎有比較退燒了 各個廠商出RWB的車款也有銳減的趨勢 所以選了這一台 RWB寬體車 披上精神感應薩克的塗裝 加上特殊的印刷壓克力底座 當初還找了Air監製製作 雖然有點私心 但是真的讚啊 第五台是TOMY TEC TLB DIOL COLONY 64 Carsnap 07A 咖啡車組 這組真的是誠意滿滿 不只有行動咖啡車 還有人偶、貓咪、配件 整組直接可以是一個情景 可玩性十足 不管怎麼搭配、怎麼擺拍 都好看 第六台是堪稱地表上最強的旅行車 Mini GT Audi RS6 Avant 只需要簡單的做二改 就是一台帥上加帥的好爸爸車唷 第七台則是唾意出品的 賓士AMG G-Class攝影車G63 這台真的是很有創意 可玩性超高 可以模擬電影拍攝或是汽車廣告拍攝的場景 相當的好玩啊 第八台是Moto Helis Hummer H2 和馬車 這台是Air自己滿喜歡的 不過近期還沒有時間來好好開箱 他有推出SUV跟SUT兩款 Air是購入H2的SUV 除了素質車、車型的行準到位之外 細節多到爆表 大量的分件還有鍍鉻設分件的點綴 單拍不仔細看還以為是大比例的模型車 喜歡Off-road的車友千萬不可以錯過了 最後的兩台是在Air社團中 車友票選呼聲比較高的車款 一款是Mini GT的Lamborghini Aventador SVJ 這台真的是強迫頭啊 後來要後追的車友真的只能高價收購了 藍寶堅尼的SVJ的車型相當少見 那又加上上空敞篷 真的是一台不買對不起自己的車啊 最後一款是LCD出品的1.64 Pagani Randa HP Balakita 這台是被社團車友狂放毒 讀到後來Air默默去下飆的車 這台來頭不小 是Randa車系的最終版本 是為了慶祝Pagani的老闆 Horacio Pagani的60歲生日 而特別打造的車款 HP就是老闆的名字縮寫 全球僅有三輛 堪稱最強的風之子 以上就是2021年 Air心目中認為的異品車TOP10 可能跟你們的TOP10不太一樣 不過沒關係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你的 2021年喜愛的異品車狂喔 Air在這邊祝福各位 在新的一年大家都能收到自己喜愛的車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再麻煩幫我按讚LB粉絲團 Air會不斷跟大家分享1比64模型車相關的事物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想要交流或分享我們模型車上的任何事物 也可以加入我的異品車上的模型社團 蒼西計畫會持續發布有關汽車或模型車相關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再麻煩幫我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按讚留言加分享 感謝 下次見 掰掰